在这我们自己买的 由泰国厂出货的 62.6万剂AZ疫苗 7日下午3点18分 飞抵桃园机场 整批的有效日期到4月3日 距离3月初AZ收入次交货 历经4个月终于又有下魂 也让指挥中心稍稍松口气 习政院长苏文昌练书 更贴出疫苗装载上华航货机照片 只是现在传出 郭台铭和台积电代购的BNT疫苗 与政府洽签事宜 似乎还带出力 跟台积电和永灵基金会 签署的正式合约 目前预计什么时候会签 那关于后续的捐赠事宜 我们什么时候会进行 大家还是稍微等一等 让大家有一个余裕的空间 好好的一个谈判 说有好消息会再跟大家报告 之前传出BNT若谈成 有望最快8到9月来台 加上自购疫苗还会陆续到货 此时总统这样喊话 我们希望在7月底之前 可以让国人的接种率 可以达到20%到25%之间 这个对我们的防疫 是会有一些效果 两天内第二度重申 因为翻开国内疫苗统计 若加上日本7月8日 即将捐赠的113万剂疫苗 总数已达702万剂 若以一人一剂计算 理想覆盖率已达29.3% 就算扣除这两天抵达的 也有526万剂 只是实际接种人数 每季接种274万540人次 那整个疫苗接种 人口涵盖率约11.45% 接下来说 总好涵25%的目标 等于要近600万人接种 目前仍差325万人 只是现在平均每天 只有10万人接种 月底想达标 未来每天要12万人以上施打 看来速度和意愿都需再提高 TVBS喜欢花哨评留言请应该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